马儿要去操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按赞订阅加分享 MASDA发表最新Copilot Concept驾驶辅助科技 2022年起导入新车 MASDA Co-Pilot透过监视和检测驾驶 事故睡觉或身体发生状况 以防止事故发生 MASDA Co-Pilot 1.0将于2022年率先采用于新车型 当系统侦测到驾驶者有打瞌睡 或因身体不适失去车辆操作能力时 将主动发出视警 并使车辆维持于车道内与安全地减速 在高速公路等特定行驶环境条件下 甚至能主动将车辆引导停靠至路肩 MASDA Co-Pilot 2.0一般导路 Copilot透过汗检测 监视驾驶是否睡着或身体发生状况 以防止突然的严重事故 MASDA Co-Pilot会在驾驶员出现异常时发出警告 如果驾驶员没有反应 MASDA Co-Pilot判断为异常 并接管驾驶 危险警告灯和车灯闪烁 并按喇叭警告他人 在不干扰周围车辆行驶的情况下 逐渐减速 找选安全地方进行安全停车 自动连接到帮助的网络 并拨打紧急电话 乘客可以按下SOS按钮 来激活驾驶员异常响应系统 通过避免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将汽车停在安全的地方 MASDA Co-Pilot 2.0高速公路 MASDA Co-Pilot 透过和检测监视驾驶 是否睡着或身体发生状况 以防止突然的严重事故 MASDA Co-Pilot 会在驾驶员出现异常时 发出警告 如果驾驶员没有反应 MASDA Co-Pilot 判断为异常 并接管驾驶 危险警告灯和刹车灯闪烁 并按喇叭警告他人 减速并切换车道 在不干扰周围车辆流动的情况下 逐渐减速 搜索疏散地点 如果附近没有 则继续搜索 直到找到 找寻安全地方 进行安全停车 自动连接到帮助的网络 并拨打紧急电话 通过避免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将汽车停在安全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汽车停在安全的地方 避免在有车辆停放时发生碰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uster Co-Pollet HMI虚拟驾驶科技 与紧急导航科技会先以警示音 试图欢醒驾驶人 同时自动开启警示灯 与对外的警示音喇叭声 提醒周遭车辆 在特定行驶条件允许下 系统将持续接管车辆并辅助行驶至路间停妥后 自动拨打紧急电话向外求援 若驾驶人无反应 系统便及时接管车辆方向盘 进行车道维持且降低速度至安全停止 现今安全科技的发展已从过往的被动性安全防护 进展至透过更多先进科技的辅助 例如Muster推出iActivSense主动安全科技 面临不同的驾驶度况提供安全辅助 降低事故风险和意外伤害 Muster表示 Muster Co-Pilot Concept驾驶辅助科技概念 整合了三项核心关键系统 包含驾驶人监测科技 Driver Monitoring Technology Muster Co-Pilot HMI虚拟驾驶科技 Muster Co-Pilot HMI Virtual Driving Technology 以及紧急导航科技 Emergency Navigation Technology Muster将此三项关键系统搭载至测试车上 并与Muster的广道测试厂完成实测 同时符合日本国土交通省所制定的 紧急驾驶停止系统 Emergency Driving Stop System规范